说到重机骑士 一般人都会联想到身穿黑色皮夹的健壮大汉 但其实也有少数的女骑士 热爱骑着重机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快感 那除了速度上的追求之外 骑重机骑士也可以散播爱心 在槟城一个以重机骑士们为主的爱心组织 他们将爱好结合爱心 一路在各地奔驰将爱心散播出去 提起重机骑士 你除了会想起一辆辆价值不菲的重机摩托车 身穿黑色皮衣 戴着墨镜的大汉 还有重机行驶时发出响亮的排气声浪 你是否有想过骑着重机去做慈善 也可以是一件很酷的事 没错 槟城设立的超级摩托爱心组 就聚集了那么一群重机骑士 他们除了喜欢重机在路上奔驰的快感 也享受到处去参与慈善活动 我们的宗旨就是说 希望尽量不分种族 不分国家 以大爱的那种精神 来去做一些助人的慈善的善行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 对我们这个超级摩托有改观 不是拿来飙车 或者说整天为了爱面子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社会就连女骑士 都能在重机界占有一席之地 瞧女生骑上重型机车的英姿 可一点也不输男性 当你融入在你的嗜好里面 你的爱好里面 然后你又同时你又可以做慈善 就是帮助一些老人家或者是一些小朋友 去一起骑摩托出去玩 去做慈善 然后就是去做那种有意义活动的事情 都蛮喜欢 可别光羡慕骑上重机的帅气模样 骑士们坦言 驾驶重机上路一定要注意安全 而且遇上多车的路段 千万不要左右超车 有兴趣要骑重机的朋友 也必须先从小马力的重机摩托车 开始学起 在适应后才更换马力比较大的重机 耍帅的当儿 当然也要照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MTD7 槟城采访到